生肖兔 生肖主兔的人12月可以得到贵人的关照和扶持 毛兔们需要在赚的财富之后立刻储蓄好 避免节外生枝 同时也是为了即将来临的年末做准备 保证财运平稳等到明年之后就能够有着更好的财运发展基础 建议日常可以多多晒晒太阳 日常会有一定的操劳 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人12月容易在一些传统项目上获得利益 并且自身会多积极的去争取和沟通 正财生 得颠知财力 他们在工作上勤勤恳恳 用心于事业的他们也将会获得不错的金钱回报 能力出众的属狗人不但能够获得老板的赏识 更有机会赚取不少的外快 而到外地去学习或者出差都能够待望自己的财运 建议日常可以到有河湖树林的地方去放松身心 有更多参与户外活动 生肖蛇 生肖属蛇的人可以试试在自己看好的投资领域下手 还可以做一些副业增加收入 属蛇人做事情追求完美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 事事都要做到极致 这个月 他们的这种态度能够帮助他们得到领导的青睐 被其为以重任 更为重要的是 属蛇的人会顶着压力 能够顺利完成 升职加薪也是正式的事情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可能会进行第二职业的发展 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经营 能够发展的如火如荼 赚取不少的钱财 健康方面 12月很少会有奔波和忙碌 情绪较11月更多轻松和愉快